我來 3 2 1 土城區舉辦模範父親表揚大會 表揚由社區鄰里 或是各個協會及團體推薦出來的爸爸們 以父親的角色來說 每個爸爸都是家庭的重要支柱 尤其在早年生活艱苦 為了賺錢養家 這一些爸爸們 可以說是為了家庭付出所有 土城區公所 藉由表揚模範父親的機會 要和全天下的爸爸們提早說聲 父親節快樂 那希望我們這些辛苦的爸爸們 在這個季節裡面 在父親節之前 大家能夠再跟家人再團聚一次 那也祝福他們身體健康 這次會當選這個模範父親 那我也感謝社區發展協會的推薦 那整個社區的團隊 有今天的成果 就是要感謝我們全體的志工 謝謝你 今天當選這個 其實是模範父親 其實是不好意思啦 我今天大家都說是 沒有什麼成就啦 只有老實啦 做工人而已而已啦 感謝大家 感謝社會的貢獻 我也很感恩啦 謝謝謝謝 107年土城區模範父親表揚 一共有38位 由區長楊智鴻 及地方民意代表等人 逐一頒獎 拍照留念 肯定他們 當然也希望年輕的爸爸們 可以像這一些父親們 一樣扮演好角色 做好子女的榜樣 我們感謝土城七公所 集辦的慶祝父親節活動 今天我有兩個爸爸啦 今天我有兩個爸爸 都是模範父親 比較感謝他們平時的辛勞 來對我們的愛護跟照顧 我今天喔 很高興 我這是努力的 理由 喔 這裡是親 這裡是親 這裡是多少 今天喔 其實在座的父親 都比我有資格 來接受表揚 然後在土城這個地方 吐成的這個七公所團隊 還有吐成的這個 中央民意代表的是地方 都很倫敬 打拼圍 所以土城發展很快 還可以在土城 吃老實的土城 生活 生活生的營養 真的非常高興啦 因為今天也是我們的 土城所舉辦的模範父親 都是各里所推派出來的 在里裡面 大家都滿受到 整個里 大家對他們的 大家都對他們平常的處事 都非常的認同 所以今天我特別來 也是要祝福所有 代表的我們的模範父親 在這邊來恭喜他們 今年模範父親表揚活動 在餐廳內舉辦 特別安排了各個模範父親 由家人陪同與會 營造出溫馨感人的氣氛 並且強調 每個孩子的一生 都受爸爸很深的影響 期盼藉此能夠增進 家庭社會功能 讓每個家庭更幸福更和樂 中家新聞 我們005 劉凡綱 土城報導 對 對 感谢观看